基本上我就只是在上面多加註解 但註解這個拿掉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我是建議如果你對於VBA的成熟 假如說還不是那麼熟悉 盡量還是在上面加個註解 否則你現在是回頭看 你自己會看不懂 你就不知道怎麼用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你要看得懂 你就比較...至少會懂得複製貼上改吧 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你連貼的能力都沒有 那當然你就不知道該怎麼用 那程式這樣啦 越用越熟練啦 一越不用很快就生鏽了 很快就忘光了 像這種東西真的是 學是學得很慢 但是忘就忘得很快啦 大概回去沒多久 你大概... 呃... 不用多久 隔天可能就忘得差不多了 所以你回去的話隔天 假如再練習一下 如果還是可以把這個程式打得出來 並且正確的話 那表示你是真的 學會了 而且記得啊 盡量不要用死背的 像這邊都不用死 不是用背的 我是按照我看到的結果 我把那個對應的關係 對應的邏輯 找出來 把程式寫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兩個 Four迴先只是去決定什麼 決定他的範圍 那這個是如果... 因為如果發現錯誤的話 如果他裡面不等於空的才去做喔 那這個是判斷說裡面一定要有資料的情況下 那禮拜六跟禮拜天 這兩個基本上長得快一模一樣 差別只是說他的邏輯 一個是七 一個是一 然後給不同的顏色 大概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如果你將來還要禮拜五 禮拜四 禮拜三 那你可以再加...沒關係 加哪裡加下面就好了嘛 不就是每一個都長得不一樣了 只是說如果顏色太多啦 感覺好像彩虹 那看起來也很混亂 所以有的時候呢 就適度的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喔 這個是每一個儲存格 每一個... 所以Sales I 指的是 每一個儲存格 他會先從哪一個儲存格開始呢 他會先從這個儲存格開始 有沒有 For I 等於... 先抓那個I的第二列的這個 第一欄 然後再下一個 下一個 他意思是說 先把這一個 這邊的1到12儲存格 跑完之後再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 NAS I 就是第三列 有沒有 然後再換下一個 直到全部跑完為止 的意思喔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程式基本上不是太複雜啦 但是你可能要 讓他盡量的能夠理解 OK喔 然後... 寫完之後大概這樣 那... 清除的話我就不需要 再一個 for I for J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在清除的話 變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慢慢的清除 可不可以用那個... 下面這個方法來... 改... 其實當然如果你不要用Range的話 也一樣可以用上面的方法 把裡面的格式還原 但是喔... 會... 相對的比較慢 尤其是你儲存格越多的話 你會發現最後跑到最後變慢動作了 而且他還慢慢跑...慢慢跑... 感覺好像... 奇怪有點慢... 那如果你用Range的話 好處就是喔... 一下就OK了 所以... 還原部分喔 我是建議還是用Range 好不好 那Range前面我們用了蠻多地方 像那個畫... 那個框線有沒有 就用這個... 而且他可以追蹤的嘛 我們之前好像有寫一個 如何追蹤那個範圍的最下一列嘛 有沒有... 像那個... 框線如果下面又增加一列 那我就追蹤到下一列 然後再把那個下面的框線再把它畫起來 其實還蠻好用的啦 所以這些東西喔 跟前面都有點關係喔 所以假設你對於... 那個... 這個部分的格式... 不太了解的話 那也許你把上個禮拜... 是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吧... 上上禮拜的影片呢 再把它稍微複習一下 裡面都有提到 OK喔 那再來的話喔... 所以最後做完的話 其實大概這樣就已經很厲害了 不過後來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 可不可以把這邊呢 全部變一鍵完成 什麼叫一鍵完成 就類似像這個地方喔 就是... 我先把這個資料清空 清楚喔 年曆的話 他跳出來請輸入年份 哪一年呢 比如說我要2022年的好了 你只要輸入哪一年 那我希望怎麼樣 我就可以自己喔 第一步 把每個月的第一天自動產生 再來呢 把每個月的其他天全部產生 有沒有 然後再把格式全部都幫我 禮拜六、禮拜天全部完成 所以三個...有沒有 三個部分的動作 全部都串在年曆裡面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按確定喔 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 一氣呵成了 裡面的話當然就是說 我們把剛剛講的那些全部都寫出來 然後把它串在一起 那這個程式呢就大功告成了 那清除的話就是喔 就把... 清除比較簡單 清除的話實際上就是把 Range的A2到L32清空 不過清空之前你要先把這個記下來 所以我先把什麼... 所以清除啊... 清除怎麼寫 清除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寫 清除的話就是把那個... A2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我先把它放到A裡面去 為什麼 因為如果待會我把... 這個A2到L32清空的時候 那也會把A2裡面的資料清掉了 那清掉之後就沒有啦 可是我要保留怎麼辦 沒關係 我再把A的資料喔 再把它Call回去 OK 這樣的話就恢復正常了 那底下的話呢要還原什麼...格式 為什麼還原格式前面不是有寫過嗎 所以我們用Call就可以了 Call還原格式 就是剛剛寫的這一段 它就順便什麼 除了清除裡面資料之外 再還原格式 這樣就OK了 那再來的話 最後我跟各位講就是... 如果我要一鍵完成的話 必須要做到還有什麼... 我剛剛講的嘛 不過難度比較高 我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難度比較高 但是... 這部分如果假設你現在沒辦法太了解 沒關係你回去 我會把那個程式放在雲端上 你們可以自己再理解一下 也是...這個地方不是重寫 只是把剛剛的公司貼到這上面來而已 所以待會兒我們需要做幾件事情 如果要做年曆一鍵完成的話 我們還需要做什麼 這個有沒有... 從B2幫我丟公式丟到L2 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這個是第一個 每個月的第一天按鈕 再來底下每個月的其他天 每個月的其他天 那我們基本上 假如... 程式都沒有重寫 只是做一件事 就是把我們之前寫的公式 丟到指定的儲存格而已 但是其實還滿有難度的 為什麼 因為會牽涉到那個藍的問題 藍什麼問題呢? 因為藍... 我們儲存格啊 像這個列的部分呢 後面是數字對不對 那前面是文字 所以喔... 那我要怎麼樣把前... 後面比較簡單 後面就是產生一個數字丟給他就好 但是呢...如果你是文字的話 那可是我們J是數字啊 所以喔... 這邊會牽涉到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如何把什麼... 把數字喔... 幫我轉變成文字 比如說我第二... J等於2的時候 要把它變成B喔 J等於3的時候 要把它變成C喔 OK... 所以要怎麼樣把... 數字喔... 轉換成文字 那這個部分的話喔... 真的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 坊間書籍我還沒看到喔... 有這樣做 但我後來我自己想了一招 這個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提供給各位參考 OK喔... 也不難 但是應該可以理解 只是有點... 還是稍微比之前的難度 稍微再更高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何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我先把程式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就這樣有沒有... 然後裡面是放什麼 放A2-1 也是E day 所以這個範圍喔...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特別之外我們是分段寫喔 其實一般喔... 如果一鍵完成的程式喔 它絕對不是說你從頭一次寫到尾 它是分開來寫 比如說我第一件事情是寫這個 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我分開 最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主程式裡面喔 基本上只會看到什麼? Core 有沒有看到? Core每個月的第一天 Core每個月的其他天 Core 格式化日期 欸為什麼? 因為... 就變成這一段是主程式 那其他的話就有點像指程式 我以後的話就呼叫他就好了 特別之外你就分開來先寫... 所以你要解決問題不要混在一起 你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有點像過關一樣 第一關過了 第二關也過了 第三關也過了 那我就通通過了 所以我目前已經過了 過了這個格式化了 所以這個格式化不用寫 因為剛剛寫好了 再來就每個月的第一天 再每個月的其他天 所以待會兒就講這兩個啦 這兩個如果OK的話 那應該就夠了 可是有點難度喔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怎麼寫 第一個 一樣是寫這個 每個月的第一天 Enter 那寫的方法的話 那因為他這個地方 我的習慣是看著這邊的需求來寫 所以呢 橫上嘛 所以之前的話 縱向是for i 那以後的話請各位慢慢習慣 橫向喔 請你改成for j 所以 第幾欄呢 如果請你看到b的話 請你把它改成2 因為 回圈的這個變數啊 不能放文字 只能夠放數字 所以呢 for 2 有沒有 到l l是多少 12嘛 所以 for j等於2到12 next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告訴他sales 把那個公式丟到這個儲存格 我拿一個儲存格呢 第幾列 特別注意喔 固定一定在第二列 所以這個不用變 他一定是在第二列 痘點 第幾藍呢 那藍的話特別注意喔 我們一定會變的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應該是 放個j就好了嘛 有沒有 是不是 第2列 第一次的話 j等於2嘛 所以第一次 沒錯 第2次 第3次 第4次 所以這樣就ok了 等於 等於什麼 那個公式 那那個公式的話在哪裡 其實喔 這邊被刪掉了 我這邊我剛剛是有把它複製啊 因為我習慣練習的時候 會把它複製一個 複製兩個 分階段 那這邊應該有 所以把這個公式喔 就是在剛剛做完的 1 date 有沒有 A2這個公式 把它複製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 貼上 好 但問題來了 如果你現在貼上的話 你現在如果執行它的話 他當然會怎麼樣 他會變成應該是執行的話 變成每個月都是2月1號 每個都2月1號 為什麼 因為每個都1 都是那個 A2嘛 都A2 那怎麼辦呢 這個應該變 B2 這個應該變 C2 OK 所以喔 怎麼做呢 後來我想了一個辦法 就是一定要改這個 那這個的話呢 當它 但問題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喔 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乾脆喔 我就在上面 加了一個 隨便一個名稱 叫COL好了 這個變數名稱自己取 等於什麼呢 等於後面就是自己加一個文字 叫A 好 A 我兩個好了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好到L 也就是說我需要的文字喔 那我將來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叫MID MID這個函數 再去抓我要的那個位置 OK 那配合什麼 因為J的話呢 現在在2 2開始 所以你想說老師 為什麼你這邊的話 A A會兩個 因為呢 J現在是2嘛 所以將來MID從第二個字開始抓 那前面這個我不知道要放什麼 所以我剛才要放個A 反正就隨便放 你不用放A 你放Q 也可以啊 因為第一個字根本用不到 你放什麼字都可以啦 我放A 好 那再來的話做什麼呢 把這個A的地方 之前是我們是把這個後面的2 變成I對不對 現在不是喔 現在把這個A 變成我們要放的這個第幾格 所以做法特別一樣喔 A選起來 跟之前的規則差不多 雙一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移到中間 但是這裡的話 就不是放I 我們先把它隔開好了 我們是放什麼呢 我們是放 把它放中間叫MID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放J啦 只是說這個J是 它將來是給你是個2嘛 有沒有 如果先從2看 那不對啊 22不對他看不懂 所以呢我就把它怎麼樣 改成用MID 填瓜糊 String的話就是這個字 COL 這個字裡面呢 幫我抓第幾個字 欸 乾脆追一個字就好了 有沒有 意思說 如果當那個J 它第二欄的時候呢 那就幫我把A這個字抓過來這邊 那它幾個字還沒完 夠點一個字 後瓜糊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也就是說本來應該打個J J他看不懂 所以我就換個方法 跟他講說 上面那個字的第幾個字 那如果當他為2的時候是A 當他為3的時候是B 欸 所以你會發現 不就剛好符合我們的需求了 有沒有 然後來試一下喔 按F8 有沒有 這個是一串字就對了 這個MID是指的是要抓 這個裡面的第幾個 當J等於2的時候 他不就抓到A 這邊串在一起變A2 所以輸出A2 這2月嘛 在下一個當他J等於3的時候 有沒有 那不就抓到第三個字 第三個字剛好是B 就把B抓過來放到那裡面去 然後不就放在B B剛好就3月了 所以意思類推 剛好就4 有沒有 5 6 7 那全部執行好了 OK 不就OK了嗎 我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位置唷 這個是我自己想出來的一個辦法 但也許啦 也有人想出他的辦法 但是我覺得 這個方法 會多 比之前困難的地方是 就是 因為齁 出圈格一定要是文字 那沒辦法 所以我們用什麼 用MID來轉換喔 OK 做的方法 特別是喔 我再做一次給各位看 其實也沒有很困難 本來是A對不對 實際上就是把它選起來 一樣的訣竅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你乾脆放個追算的 然後把它控開 也是本來放I嘛 然後現在放J 然後外面包一個MID MID 前刮弧 COL 豆點 那J的話意思就放這邊 幾個字 一個字 後刮弧 也是一樣啦 最後寫完就這樣 OK 這邊打錯了 應該是COL 不是CIL OK 好 這樣子 就每個月的第一天完成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思考 每個月的其他天 那其他天的話 其實方法也是一樣的 只是喔 比那個第一天 還更困難一點 就是除了有J回圈之外 還有I回圈 所以這個難度的話 哇 那又更上一層 但如果你可以懂的話 以後你很多的工作 全部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也就以前你可能要 人工突法煉鋼這樣來做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一鍵就可以完成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每個月的第一天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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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